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近四万八 然后我们呢觉得就是整个市场啊 以及各个国家对于区块链的一些发文 然后是引起了一波这次的新高 然后本期我们也邀请到了 无说区块链的主编无说 参与我们本期的讨论 那在开始之前的话 我要提醒一下大家 本期我们只会讨论 可能导致新高的一些元素 但不会专注于讨论在价格上面 以及我们讨论到的任何的项目呀 然后都不作为金融建议 因为加密货币是非常高风险的 那接下来就把舞台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潘志雄老师跟区块先生 然后以及我们的嘉宾 无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潘志雄 对 这个这周的话呢 虽然我们在定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一方面因素啊 是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 特别是国内这个央视对吧 把这个俄罗斯这个石油支持 BTC购买这件事情 放上了放到这个央视的这个CCTV上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大家至少在这个网络空间里面 传播的速度还挺快的 但这件事我可能没什么insight 但是至少从这个传播效果来看 至少crypto圈子的 大家都在传这件事情 crypto外国我是没看到过有人传了 但是大家也可能因为这件事情 有点自嗨 对吧 当然这也是这个俄罗斯石油这个 我们聊这个话题的一个起因之一 因为同期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BTC的价格和以太坊 其实是在这两三周里面 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 是吧 当然和前高还是稍微有些距离的 但是可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吧 对 所以说今天是之前想邀请 这个Colin和这个 David一起来聊一聊 看看他们这个对于政策啊 什么的 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观点 对 好 谢谢大家 其实我觉得 就是有很多种说法 因为我们像我们这周 还有上周看到像是Wave的爆炸性成长 那很多人都在说 Wave这次的成长 其实除了他设立了Wave Lab以外呢 最主要就是Wave在俄罗斯这边的影响力 然后成为了一个避免制裁的一种方式吧 但是这还没有办法 没有人能真的去证实这件事情 但是事实上呢 其实虽然很多交易所可能会禁止这个俄罗斯的用户 但是其实最终没办法阻止的其实就去中新华交易所嘛 所以说只要这个被制裁的国家 只要他能上网 他只要他能上到以太坊 他就可以在Uniswap SushiSwap Balancer Curve上面进行交易 那这时候只要他有办法 不管是在Local 获得到以太币 获得到这个USDT 当然可能他们要付的这个OTC的价格更高吧 那不管如何呢 这个并不是太难去做到的事情 所以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我们看到Wave的这个价格上涨 很有可能当地这个OTC呢 可以选择的这个货币呢 多了很多 那这其实也是我这一次在这一次的这个制裁这里面 听到的很多的这种故事哦 就是呢 我们平常在没有制裁的国家 比如台湾好 其实OTC可能最多就是USDT吧 不会有人透过OTC去买其他种货币 最多可能就是以太币 可是被制裁的国家 我们可能看到他OTC的选项就多很多 可能OTC购买Wave 可能OTC购买UNI 设置于可能买到一些稀有的货币 可能像这个GMT Stepan一样哦 所以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新的一种气象哦 在于这个被制裁的国家 透过各种管道呢 来脱离制裁哦 对那当你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的消费力 在一个月内就下降一半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其实你就会很愿意付这些费用 来获得一个不会被受制裁的这个货币哦 那最主要就是以太币啊 USDT或是像是Wave 或是像比特币 对那另外一点 我们其实在看到这个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时候 大概两天一天我们就看到市场出现一个很大回转的暴涨哦 那那时候比特币设置于一天涨了20%哦 对然后我们也看到了新一波的这个GameFi出现的 从Play to Earn到这个Move to Earn 对就是像是这个Stephan或者像是Genopad 所以不止就是中间这一个月有点消沉后呢 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全新的一个 算是小牛式的那种感觉哦 那我们也看到亚洲的一些明星呢 开始推广 一些价值比较便宜的NFT 包括像是Azuki 对在我们看到这个 上周到现在他也从大概9亿泰左右 涨到现在是差不多23亿泰哦 那我们看到像是林俊杰啊 周杰伦还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亚洲的明星也开始去推广 对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又一波的NFT跟元宇宙跟炼油带起了新的市场哦 那Stephan这个议题就非常好 就是说哎你今天可以啊 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都待在家里 那鼓励你出去走走路 然后赚取一些这个奖金 对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的项目 是待在家里可以获得奖金的一些运动的App 那这其实在疫情间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的App出现 那这种App加入到Play to Earth的时候 可能就有一些全新的表现 yeah 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短期的新高啊 就是基本可能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就是呃 有一批这个人想要逃离制裁 那这部分人现在就是受到制裁 所以这这部这部分人呃将会选择加密货币 那第二个我们看到可能又一样是跟NFT相关的东西 那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的Azuki 我们看到这个Board 8开始跟各大品牌合作 三就是GameFi 那这部分我觉得Stephan还有像Ginopad就创造出了一些很好的玩法 甚至我们看到他们跟各大的运动品牌合作 那很多这些运动品牌原先都是跟元宇宙的游戏合作 或是NFT 那现在呢真的可以让你穿上这些鞋子 可能开始帮你记步伐 那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是这些运动品牌早期跟Apple合作一样 就是你拥有穿这双鞋子 可能就会开始帮你记一些 一些这个除了步伐以外 可能帮你记一些身体的健康的一些指数 那这种东西如果再配合这个Move to Earn 那将会有更大的表现 那我们看到在家里的运动的东西 像Fit to Earn类型的 那可能就会是你的穿着啊什么都会受到影响 就在你可能可以穿他的这种健身环啊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原因可能是我们看到短期新高 然后带动 其实我们看这两天有点小回叠 可是Stephan或是一些NFT相关的反而是一直往上成长 对大概这就是我一点点的这个小分析 那蛮想听听这个吴老师Colin的看法 对Colin他们他遇到了这个技术问题 就是他只要一上来就听不到我们讲话 所以今天可能参与不了 他也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Twitter Space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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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言 但是今天遇到点技术问题 我觉得可能是VPN上的问题 对 或是可以重登Twitter 刚才我有时候上来也会听不到人讲话 重登就会可以 或重新关掉再看一次 对可以试一下先 对然后 其实对于制裁我可以再扩展聊一聊 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这个 我觉得其实已经大家好像在这个 无论是社区啊 还是在微信啊 Twitter上 其实国内大家其实聊的还挺多的 当然不是最近了 可能真的是一个月之前 从这个 这个这个 俄乌的这件事情刚开始 大家其实就在聊 特别是当 什么一些中心化的这个 也不能中心化了 就是说一些 比如说OpenSea这样的角色 他说他是其实要 OpenSea和MetaMask 他们是美国公司 他们需要符合美国的这个 监管的这个要求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个他们如果说 他们是说要这个 要制裁某一个地方 他们其实也是 他们是可以通过 是需要通过这种IP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因素 来对这个这个地方的 这个这个这个用户 来进行一些 制裁因素在里面 对 所以说这个特别是爆出了 当OpenSea 这个不支持 是伊朗的一个什么 艺术家之后 对吧 就各种各样 其他的这个NFT市场 也像圣机来说 我们我们是OK的 对吧 所以说就是从这个 去中心化的这个Dex 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一些 以太访练上的设施来说 他们其实只要是前端 是由这个美国 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国家相关的这个 这个这个控制的 也不是控制 就是团队是他们运营 所在Dex的那个地方的 那他们就必须要符合这个 制裁的相关的一些条例的 对 但至少只是从前端这一层嘛 但是对于以太坊来说的话 就是如果说这个俄罗斯的 真的用户 或者是这个伊朗啊 某些地方的这个用户 他们想要逃避这个 前端的这个制裁 也是没问题的嘛 对吧 就是我直接调RPC去提交某一笔交易 或者是如果EtherScan能用 或者EtherScan的这个竞品能用 我直接在EtherScan上去generate一个交易 然后提交出去 其实也是可以的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至少从以太坊和比特币这一层 这个 这些国家还是有能力 来进行一些金融行为的 当然了 就是由于现在Crypto 整体的规模还比较小 所以说这个真正的 这个像官方渠道来使用 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小 也只可能是这个国家的一些 这个同事科技相关的一些人员 才有可能有这些方式吧 对 当然具体数据我没有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 这些数据能够参考 对 就是我对于这个 这个制裁这块的一些想法 got it got it got it 那如果我们跳开 像这个制裁相关的东西 其实如果我们看 这个去中情话交易所的部分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透过VPN 就已经是不同的IP了 其实这边应该 对 对 VPN肯定也是吧 但VPN服务提供上 他可能也在美国是吧 也是 对 所以可以去挑一些第三方 第三世界的 相对中立国的一些对吧 就VPN那可能可以 对 对 尤其俄罗斯附近 有这么多临近的小国 我觉得 我觉得 要 要在那边装个网络 应该不难 对 对 是 诶 Colin刚刚是能讲了吗 诶 他刚刚上去 他上来 他只要再上来一次 他就听不到任何人讲话 但是他从未听众就能听到 他好像已经重拾过 几次了 哈哈 Got it Got it Got it Don't worry 嗯 嗯 对 那其实这个议题在延展下来 我们可以想一下 就是 嗯 关于这个 NFT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NFT 我们去年涨了这么二十多级 但其实 其实觉得反过来 NFT市场从来好像都没有停止 而且NFT的融资的金额 已经快要超过 嗯 项目IDO的这个金额 那我也是最近才念了一个报告 就想说 大部分一个NFT融资金额大概400万美金 那大部分一个IDO的项目 比如说你上BN的Launchpad 或者各大交易所的Launchpad 或是你上Pokerstarter 或是Impossible Finance 或是MoonEdge 就是这些 啊 或像Dowmaker这些地方 平均项目融的金额大概是50到 啊 maybe高一点 可能200到300万美金 那当然最主要就是这些项目可能都有经过私募人 嘛 那高的呢 那高的呢 像我们这边看到这Arcadian Inc 就融了这个全幕完的话大概1500万美金哦 所以其实NFT的融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啊 这个普通项目的这个普通项目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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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啊 还有速度啊 所以让我们知道就说其实这个啊啊 NFT project是不容就是啊不不去不去这个这个重视哦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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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结果他去到假的网站 然后就把他钱包里唯一一只猴子 而且还是一只非常稀有的猴子 给倒走了 所以 not only我们看到 越来越多大咖的这些 明星去支持NFT 而且我们看到周董今天马上又PO了一个Azuki相关 就我们看到Azuki又涨了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 就是这一次的上涨 因为议题跟短期新高有关 就是会不会NFT真的成一个很好的角色 当然我知道听众都知道 但是成为一个真正很好的角色 一个媒介呢 让越来越多人认识Crypto 然后呢 然后其实像我是专玩DeFi 我大概80% 90%的资产都是在DeFi 或是就是Token 然后就是只买了几只猴子 几十只猴子 但是这个都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 但是我就会发现说 其实我自己对于NFT exposure都还是不够多 然后但NFT又带起了这个市场 所以这不能小看它 因为其实去年五六月市场就差不多很慢了 结果七八月NFT带起了新的一波牛市 在去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看到各大的球后啊 这个各大明星都开始去推广NFT 尤其是这个无聊猿猴 对所以 胖老师你觉得NFT在这次的新高里面 呃 占什么样的角色 然后可能我们待会也可以把这个问题给这个观众们 对 对 其实我我我刚想聊的一个点呢 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就是特别是其实我们现在也聊过几次 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发现就NFT的这波用户和这个整个Crypto市场的用户 其实就原Crypto市场的用户还是相对比较独立的 对就应该感觉是大重合度相对还是比较低的 对吧 所以说整体来说NFT的用户还是可以给整个至少Crypto大市场带来一些新增用户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但是呢就是反过来说对吧 就是他们可能是对以太坊 甚至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个 对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特别是新用户对以太坊 因为怎么说现在NFT都是以太坊本位的对吧 所以说交易其实都是用以太坊来的 但是呢就是当你有这些盈利啊 这些情况出现之后呢 可能会对以太坊的这个就像ICU那个阶段一样嘛 对吧大家都用以太坊目 但是最终还是要现金还是要或者USDT对吧 所以说这个很可能会对这个以太坊的这个刨压产生一个 相对大的一些压力在里面 对吧 对这个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可能会出现啊 这是其中一个点 呃 但是呢我觉得就怎么说呢 对于我一个我不会玩NFT的人来说 当然我也只买过一点点NFT啊 但一直有时候也会参与一些 但是对于一个就是怎么说呢 这里面筛选的门槛 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大的 当然你可以从一个投资角度来说 对吧 就是你买这个是为了赚钱的 对吧 哎哈喽 我说一句话听得到吗 哎听得到 嘿 嘿 嘿 还是网络不行吗 呃 应该是呃 我们能够听到他他不能听到我们 但是anyway 待会儿留到他发言 我们等一下发信息就好 好 对 我刚 哎 我刚讲到啥 对 就是一方面我是觉得怎么说呢 就是从投资角度来说 的确是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像azuki这种级别的 我觉得 大多数人应该是下不了手 但是呢 就是从这个欣赏角度啊 或者是 他的整体文化感受来说 那你说 我我才遇到那OK 对吧 这个这个我觉得好看的 我就买这个这个完全也能理解 但是呢 就是如果说你不是这种情况 你还是要考虑投资的话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对 这个是其中一个点吧 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呢 就是 其实现在就算这个新增的这些用户 对于这个 这个以太坊啊 或者整个crypto生态 没有这么熟悉 但是呢 我觉得是随着他们在使用这个 特别是NFT的交易 如果能渗透到更多关于defi啊 或者未来的更多范website的这种应用的这种使用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是能一点点的在渗透关于这个crypto生态的一些理解 对 所以说从整体从长期来看 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事情吧 对 合理了解了解了解 而且我们看到其实越来越多的这个NFT farming出现 包括各大链油啊 像是这个或是跟介于NFT跟Metaverse跟链油之间 像这个Arcadian Inc. 它就有说 哎 你持有这个Arcade 或是 你就可以 就可以staking 然后来获得这个Arcade的token 然后这token可以去玩它各种的游戏 那我们也看到 持有Azuki或持有A 就获得到Arcade的空投 所以其实我们上次有写一篇就是如果持有一只无聊猿猴 其实不只你获得到一只Muton 然后你获得到一只狗 然后你还要获得到这个空投的Ape的代币 其实它的这个年化率已经来到了快要一百多倍左右 在于从去年买到现在 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 但这个一百多倍是以Minting来算 但Minting总最高大概可能算上两千倍吧 这样 那我们就发现其实在蓝筹的NFT 变得不像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贵 像如果有买过Arcadrooky在12颗以太的时候 他最近有空投嘛 一个人空投两个这个箱子 那这个箱子现在一个是要是以太 代表一只Azuki打8以太的这个空投 然后上周Azuki大概在15以太左右 所以其实Azuki大概7以太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种种因素算起来 就会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个NFT是这么的这么的贵 然后呢这么的不合理 他已经从我觉得离开了这个aesthetic的这一部分 就是Azuki只是好看而已 反正它变得是拥有了很多它的这个价值 然后这些东西反而带了很多新的价值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里面 对那这个这个也让很多的project变得更更去想说 他们是不是要加入NFT的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很多NFT project 开始把token的东西放进去 像Azuki呢 那我们也开始看到很多Azuki的project呢 或者是NFT project呢 开始看到很多token的project 开始把NFT的东西带入进去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会看到更多 类似这样子的合作出现 对 然后我觉得其中一方面 也是带起这一波小牛式的关键 我还在想你怎么从BTC聊到NFT 最后你一句话又点题了 对 所以NFT还是和BTC高 你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素之一 是吧 因为我在PlezerDot and Sweeperdale 然后看到很多 像我们PlezerDot里面有一个 就是那个McKanagan的Andrew 就拥有120多只azuki 然后和好像30多只猴子 那其实类似他这样子的买家很多 我都不是买在一开始 都是买在那种中高价 比如说azuki最便宜的时候 两以太就有了 后来就到十以太 十五以太 那其实很多trader呢 他本身以太不多 所以他会拿稳定币去买这些以太 然后去买 对 那其实我们看 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买了72只azuki 然后好像现在又 他今天好像又多买了15只 那他也是一个trader 就是基本不玩defi的 就是那种ftx跟derabit的大trader 那种maybe9个figure或5个figure的这样 然后他就会把这些钱去买很多的这个以太跟比特币 那主要是买以太 那就是拿以太去去去去去做这个 为什么讲比特币 是因为有一些nft最近是用redbtc去做销售的 然后anyway 他们就会去买很多以太 然后就拿着以太去买nft 所以我想要讲nft 就是nft有点像是一个peer pressure 然后就会影响到很多周遭的人 然后因为这个原因呢 去买了一个很难出手的东西 其实我们认为去讲nft比代币难出手很多 所以我们看nft下跌速度比代币下跌速度还要慢很多 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nft假如他做得好 就会吸引到很多的大户进来 然后去狂购买以太币 所以我想要讲这次的小牛是为什么跟nft有关 因为其实你看到像周董啊 和这些比较大的知名的演员明星歌手 他们其实就是只去买以太币 他本身不会太去玩defi 我在台湾就认识很多这种 就是因为nft的关系认识了一些这种一线的这种 演员或歌手 他们基本从来不玩defi就懒得去 但他会为了nft而去买他第一个人生中的以太币 然后他们可能一买就买个一百个一千个以太币 然后第一件事就是选open scene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像周董 会被很简单的钓鱼网站攻击 然后他明明身上有这么多的以太 已经到这种级别通常根本不会被这种小 这种很简单的攻击的攻击 但你会发现控制他以太币人居然可能是他的朋友 或是他的经纪人或是他的秘书 然后购买这么多以太币对他来讲 可能也只是零用钱那种感觉吧 所以但是这种也造就了以太币的价格往上 因为是一些原本不在币圈里面的钱进来 所以我们看到只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人 但背后可能有成千上万个 类似这样子的企业家、律师、医生 然后随便换可能就换个一千克以太币 然后就是进来 然后想要做的事情就是去买NFT 就像调话一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NFT是其中一个造就原因 因为其实Crypto的DeFi 已经有一点恶名造章了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AXIE的事件 也导致6.5亿 就是Ronan Bridge 然后之前有Warnhold 所以其实大部分人觉得Defa的年华要撑过一年 其实不容易 可是反而NFT变成一个炫耀的方式 就像买表买车这样子 所以对于一部分的人来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还是觉得这一波的牛市 跟上一波去年5月一样 是因为NFT又带起了一个新鲜潮 所以 对我刚才特地去查了一下 因为我之前还一直印象 我以为就BTC和ETH他们的这个涨幅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看了一个ETH和BTC的走势啊 这一个月来的确是ETH可能更强势一些 对 yeah OK我们让 那我们要不要聊聊 那个瑞总有没有兴趣来聊一聊 瑞总 有没有时间我邀请你看 哎 Chris你那个朋友David呢 他也他没时间是吧 我先问他一下 好 哎瑞 你有看我我们这个今天聊的这个主题吗 我有在看我有在看 对 OK 对我有在听你们聊 听你们聊很多人就可能几十个Azuki这样买 而且都还 对我一直在听这个 所以你想聊Azuki这个吗 我说话的时候我听不到别人说话 但是我转回听众我才能听到你们说话 所以我可能就一次性的把那个把话说完估计 哎好 反正你听不到你说 哎我就一次性把话说完得了 我估计能够听到我 但是我这个设置很奇怪 就是就是我只要我开始说话 我就听不到其他任何人的说话 首先这个那个 关于这个主题吧 就是这个BTC这个短期新高 呃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 呃原因可能还是特别简单吧 就是其实你看今天的那个 呃一个数据就是在第一季度的BTC的 和标普的走势的这个 呃相似程度已经达到了90%了 就相当于是说完全是跟着美股在走了 就是美股是怎么样的 它就是怎么样的 然后前两天BTC破新高的时候 这个特斯拉的股价 之前是好像已经跌到了8000多亿美金吧 市值 呃现在又已经涨回了一点 将近1.13万亿的市值 就是之前有一些人在发表一个言论 比如说什么 呃这一波可能BTC的走势 是被那个 呃 路纳的这个买币导致的嘛 然后 所以 和股价并没有完全的这个这个挂钩 但实际上 就是仔细看一下走势 其实它还是挂钩的 甚至非常接近 所以就是从 大的背景来看 BTC它基本上已经就是跟这个 嗯 美股至少在 最近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内 我 我个人认为是已经处在一个完全挂钩的状态 甚至在未来的一年内 可能也是这样 所以 所以就是其他 但是其他的币种肯定不一样 就其他的币种可能会在一个大的走势 是类似的 比如说 呃BTC跟美股一起上涨的时候 其他的肯定也会上涨 但是它涨幅肯定是波动会更大的 那它下跌的时候 它的跌幅肯定也是会更大的 所以如果像普通的投资者 那肯定就是 嗯 根据这个趋势可以去找一些 嗯 之前处在低点 但是如果大的走势往上走的时候 应该是可以去 投一些这个 好的项目吧 我理解 然后 往下的话呢 这个同样也可以 比如说去做一些 做空的合约啊 什么的 对 因为我其实对这个交易本身 了解的也比较浅薄 对 可能就只能说一点这种自己的观察 然后刚才那个 区块先生那边在 一直在聊NFT 我还以为我看错主题了 但是 最近可能也就关注那个 跑鞋比较多一点 然后我今天我们也发了一篇文章吧 就对他的一些研究 嗯 其实 跑鞋这个项目还是挺值得讨论的 最近讨论的也比较多 嗯 嗯 就这个其实 嗯 再次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行业 其实他 本身 创新本身可能不是最重要的 他更更多的还是 各种细节的执行 以及资源的能力可能是更重要的 因为其实 呃之前有很多个跑鞋的项目 然后包括之前大家比较熟悉的 什么去步啊什么的 呃 但是他都没有火起来 那他为什么这个突然火起来了 呃 首先我觉得他肯定产品上是比较过硬的 呃 因为 嗯 其实很多大V对他是一个自来水 就是 呃 不管是国内的像神鱼啊 还有海外的一些大V 他们其实在自来水这个项目 是 而且这种大V还不是那种我们意义上的流量大V 他们是真正的就是说这种 呃 在行业里是具有很高的知名度跟 口碑的 就是他们本身的这个口碑非常强 就大家可以啊 比如说他他说某一个好 大家就会把他的当作一种背书的这种状态啊 啊 包括英文世界也有很多啊 啊 就是口碑非常好的一些媒体人啊 什么的都在 呃 都在推他这个 那么这个肯定是有原因的啊 啊 就是其他的项目他们不可能达到这个效果 啊 就是一块就是啊 然后跟他们团队其实接触的也比较多 在早期的时候 就是他们其实团队给人的感觉 其实是挺狼性的 就是说一直在非常的 呃 怎么说呢 就是在非常的这个 呃 我看一下我是不是有点卡 看这个 ok 嗯 那个那个 那个 麦克斯和潘如果我这边语音有什么问题 那个微信告诉我一下 我这个怕我这个会不会说的有点断断续续 因为这个网络不太好 就是他这个 呃 呃 这个项目本身呢 他 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的这个 非常狼性 然后执行力非常强 是我可能见过 呃 很多项目中执行非常强的 然后他们 呃 嗯 团队的一些高层啊 这些人的这个 对于这种 呃 就很熟练啊 一定一定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啊 呃 这个在币圈感觉现在经验也很丰富 在一些不同的项目中都可以 呃 很明显的看出来啊 因为他很这个行业变化太快 如果自身没有一个 呃 快速之前做项目的各种成功失败的经验的话 其实呃 嗯 很难说 呃 吸取一些错误啊 就很容易犯一些错误啊 但是他们这个给人的感觉就是说 他在非常快速的去 呃 应用落地啊 到最后 当然最后这个 呃 呃 不管是币安呢 还是这个价格的疯狂的拉盘啊 其实 呃 有偶然也有必然啊 这个 很多可能也是他们很早就已经这个规划好了 或者是怎么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的策略吧 呃 总而言之肯定形成了一个很现象级的一个东西 然后 嗯 值得未来很多做项目的一些同学去 嗯 吸取他们的一些经验啊 我觉得 嗯 再回到这个 这个 这个短期牛市的这个情况下啊 这个其实呃 呃 观点还是我我我们 包括我和我们团队的观点其实还都是比较一致的 就是呃 整体还是跟着宏观的经济和美联储的加息 呃以及这个 这个 美股的走势走 其他的那些因素对他来说 呃 呃 没有什么影响啊 不管是这个LUNA的买币啊 还是 呃 什么NFT市场啊 还是什么其他的一些 我们认为是没有没有没有 基本没有 什么影响的啊 或者影响非常小 他本质上还是在跟着一个 呃 大的这个宏观的这个 呃 经济在走啊 所以呃 从现在来看这个 如果美联储在五六月份他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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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会导致整个市场 呃 和加密市场可能会引来一些很剧烈的波动啊 呃 呃 总之可能我们觉得五六月份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样的一个观察的时机吧 啊 我这边要不就先说这些啊 OK 好 谢谢Colin 分享 那这个瑞要不要再接着你刚刚想说的 啊 这这我也我也不知道说啥就随便聊聊 就我觉得 可以啊 就是 就啊 无论是就就就不说主题吧 就先说 OK 我觉得NFT就蛮有意思的 就是你不卖我们卖大家都算算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跟D8有点像嘛 就只要大家都不卖 这东西就能找 而且就 而且就是说他怎么传练的这么多 而且就长得还会贼猛 因为 其实我觉得对于 就像Azuki这种项目 他的共识建立的真的很强 就我看我朋友去那个 去去Azuki的 就LA的那个发布会嘛 就是他都是不认识的 都都不是B圈老酒菜 我觉得这样还蛮好的 就这种 就这种社区的构建是吗 蛮不容易的 就Azuki就是好不好看 这些东西其实已经不重要 他这个设计 就跟猴子好不好看 其实也不重要 我觉得就是可能圈外的足够大的影响力 加上可能圈内的一些核心的人 大家一起去 一起去买 一起去喊 然后呢一起去买 然后而且10万美金一个 其实对于现在B圈人这么有钱 我靠已经都不是什么事了 对我觉得这个还蛮蛮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MG其实就是猴子之后就是Azuki 就是这两个已经跑出来了 其他都还没算跑出来 什么Doodles 什么这些 Anyway 然后就我还是挺感慨的 因为我一个Azuki都没有 说实话 我一直说想买 一直说想买 Doodles和Azuki是我一直想买 一直没有买的 就我有猴子 但Azuki是真的 就我一直就是可能觉得这种 就共识太过于强的东西 就是我一直不太喜欢 因为炒币大家也都知道嘛 就是你你你去一个就是说你觉得什么都好的一个项目 它是大概率就是就是说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事 结果这项目可能就凉了 就是就是卖在人生顶费时嘛 就是可能就是炒币 但炒NFT可能跟炒币不一样 对因为NFT的重买还是更有意思一些 这种重买结构 这种就是说可能估计数量的东西 对Anyway就可能刚才听了也有些感慨吧 然后就说回行情 其实我还挺觉得就是说现在这个行情有意思的 就是我不觉得现在会跌啊首先 因为现在其实已经就是就看似是说可能这两天啊 行情特别差 对但是也没有特别大的所谓 因为现在的核心叙事就是说是在加息之前再搞一波 再搞一波吧 我觉得还四月份还是挺有机会再搞一波的 然后以及就是说无论是就是我觉得首先是 不是Azuki火带着比特币火 不是什么山寨币火带着比特币火 是比特币先只愣起来了 然后这帮山寨币才起来的 你看比特币从三万五到四万四万五这一段 其实都是比特币现成就是这一波 或者说这波可能从三万九开始吧 就是三万九开始是比特币加息的那天 然后就是可能上去了又下来 然后之后一直在三万九附近徘徊稳定很久 然后这段时间其实山寨币都还没什么动作 然后转到比特币往上突破一天干到四万二 然后四万二收走了几天又干到四万七 几个带阳线下来 而且这边所以说才导致是山寨这边的一路狂门 无论是NFT还是以太坊 就以太坊涨的比特币快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因为大部分时候就是一定是说比特币确定了这个市场的基石 然后这边山寨币继续就是说可能在这个基石上面往上走 就是可能市场行情向好的时候 山寨币你涨的会比比特币快的 对那其实在这个逻辑下 就比特币是跟美股有关嘛 就刚才就是老吴也说了嘛 就说了跟美股有关 我觉得可能四月份还会不错 就是说可能这两天就比特币今年下来 我看了一些数据就是说可能一直都是就是在在买 就无论是说链上数据还是说是一些就是主流合规交易所的数据 其实就一直是有人在持续买比特币 就因为我是做一级相关一级相关的嘛 就我跟很多就海外的一些就传统商务 包括我们之前投了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出传统的那些股权商务 其实跟他们沟通交流下来他们解说 其实现在就是大家对于比特币的共识其实很强的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会导致说 比特币就算可能会被加息拖累 但是首先在加息前他会先往上涨 然后加息可能他跌了他要加息之后 他不一定往上涨 但是他也不会说跌的很厉害 就我们已经很难看到两万二两万五只比特币了 就很难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 对当然可能也有可能看得到 但我觉得可能两万两万一万八这种 已经很难 因为他的共识基础共识 在全国的基础共识的践限 其实类比下来就跟NFT是一个道理 因为你想比特币这个东西 他其实也就是只有那么多万枚 而且就是绝大多数的地址是 就是非常透明的 其实而且就是筹码是非常分散的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 跟NFT这种大户控盘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就是NFT那些链上地址 他就是他卖 就是他暂时他是不会卖的 或者说他的买这个东西 他其实就没有那么会在这个价格买 其实其实跟NFT 我觉得这种三三的模型 是有一种一脉相成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比特币目前看下来 这些筹码集中量 然后包括整个他的就是这些人的共识 导致说他其实很难跌下去 就算他受到什么加些拖累 但你看他其实年初那会儿 比特币跌的是所有 应该所有币种里面最少的 除了问题率之外 你想比特币可能从6 从5万8吧 因为10月份5万8 干到3万3万3吧 你就按3万3算 但你很多其实山家币 都已经跌了更多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比特币 我们不用很担心 就是说会觉得我会觉得 其实4月份就是说 除开比特币之外 山家币会有一个小牛市 就是说这个小牛市 可能就是说是 Azuki 是这些就是可能 包括最近Sochen 包括最近 其实GMT SDG 这些新热点出来 是在比特币上涨的前提下 然后市场的资金 就是这些11月份12月份 跑掉的人 他没有回来 然后重新去把这些热点 再揉搓 再包装 再重新拿出来 去去来玩 就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就是说可能 他们就这种热点 可能会随着 可能加息比特币 就就是可能砸一些 然后呢 他们可能会砸的更厉害 但anyway 我觉得其实 这都这也都还好吧 就是但是就把握 就是行情 我觉得就是说把握 可能4月份的一个 加息钱的一个市场 对然后加息 加息的一个 加息钱的一个机会吧 然后以及就是说 可能就防范加息风险 然后加息风险之后 或者加息所释放出来预期风险 对然后以及之后 可能在加息这个事情 出来落定之后 别人会不会又往上去 穿一穿 然后会结合一些宏观的利好 对 然后其实我我 我其实跟老吴有点观点很像 就我不觉得东康 就可能买10亿买多少 会对市场有一个 就是很很本质上的影响吧 对我觉得因为就是我们 就是最作为机构嘛 其实交易额也不小吧 就虽然没有他那么大了 但是交易额也不小 就我其实也看到就是说 可能大额交易对市场 就是这个价格所造成的影响 没有大家想那么大 现在已经不是2017 2008年 你可能这么大的金额 能对市场造成很大影响 就我觉得10个亿可能 就是说他只是点个火嘛 而且你看这两天 USCT量持续在增发 所以因为我是觉得 比特币可能现在新高 就是说大家的共识又起来了 然后宏观这边的机会又来了 然后可能之后就是说 在加息的预期释放的时候 会有一个就是把公司压下去的一个一个可能性吧 然后会有一些就是说这种投机者会跑掉 对但是可能长期来说比特币价格 我不觉得会跌的很惨 对随便聊了聊聊了挺久的好像 没事 对了 Chris你是要把这个David拉上来是吧 对 他是哪 叫什么名字我 因为他 就是图像那个是一个 狗是吗 啊 果然是 Hello Hi David 听到吗 听到了 我们其实刚才已经聊挺多 关于这个BTC新高的一些想法 我觉得你可以再分享一下你这边的想法 同时也可以先介绍一下 对 嗯 我觉得刚才讲的是蛮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他不会唱2018年跌的这么惨 因为现在有很多institution 现在进来进来要要投了吗 他们看看到他跌下来他们都想要买吗 像你看到今年好多很大的基础公司 他们已经募了很多很多钱 他们现在都要 要 这个capital 诶 那你觉得 像我们刚刚讨论到这个Russian的这个sansion的部分 你觉得 就是 这些crypto company obviously you know centralized的会做sansion 但是decentralized的就不会 对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是 像这样子是 这个 全部世界的不同的regulators 他们会想要 他们会想要 ok 我中文 不知道可不可以说出来 but basically 他们不 不懂 他们不了解 crypto 他们可以真的 stop defi 做这种 这样 我看了他们 应该大家看到最近的是Coinbase 发给他们新加坡加拿大的客户 他说了 现在开始 因为那个travel rule 要出来了 你如果发钱 出一个 decentralized 钱包的话 那他们都要 你写下来 那个人的名字 然后他们在哪里 我都觉得他们 现在的话 他们真的只有可以 用这种centralized的 kyc过的 exchange 这些 force 这种 requirements 因为 因为 decentralized的话 没有人可以 force a change 这个只是因为 你一定要 go through the process 还有 现在我觉得 他们 这些regulars 他们很紧张 因为他们一点都不懂 这个technology 好这个industry 好他们也找不到人懂的 因为他们付钱不够 好如果 你了解crypto 这个方面的话 那 很大的 crypto公司 会付你很多钱 这个是 我觉得是他们最大的问题 像我朋友 他是那个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federal corrupt practices act the chairman 好他们的话 就是他们刚开了去年 开了一个 crypto enforcement fraud enforcement 的group 好他们 我朋友给我讲的是 他们 根本都不懂 在哪里找 在 在 放归的crypto公司 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他们在看哪里 但如果他们找不到公司的话 他们更找不到 好 how to stop them from you know doing anything Got it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 会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 对俄罗斯的制裁啊 然后 所以很多这些 俄罗斯的这些 orlick guard or这些财团呢 或是当地人就开始 买bitcoin for crypto 就是因为这些 sanctions 我 我觉得 因为你看到现在 china in india 美国都说 你们不要去帮 欧罗斯 我们来看你嘛 对不对 好如果 他们做 crypto的话 是他们没有办法查 像他们 throw 在tornado cash里面 那他们要怎么trace 好 我觉得这个是 对他们是很有道理 因为他们 他们 欧罗斯的人 不管怎么样 他们去哪里 他们会要怕有这个问题 像你看到现在很多 都说 欧罗斯的人 他们是这样 泰国啊 在indonesia这些 他们都没有办法 用他们的银行卡 他们拿不到钱 他们都 待在那里没有办法 也没办法怪他们 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 他们都肯定会 买crypto 因为他觉得 这个可以保护他们 我觉得好像waves 这个礼拜 涨了80% 所以他们买waves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 like waves 是 russian project 是这样吗 我觉得是 他们只是fomo 还有他们 他们可能不懂 很多 还有你今年2017年的时候 大家说 oh neo is the chinese ethereum 都肯定在乌鲁斯的话 他们说waves is the chinese the russian ethereum 他如果不是很懂的小白的话 他们觉得 oh我只想要 买一点crypto 他们会知道 ok btc ethereum 他们是很稳定 那我买一点这个waves 可能机会 他涨的比较多 因为像我觉得 很多人 他们进了crypto 他们不买btc 不买ethereum 他们觉得 oh这个太贵了 他们会找一个另外的 觉得他们可以赚快钱 在waves 最近涨的这么多的话 他们可能越来越小白的 看这个 然后感觉 oh这个应该是可以好买 这个是russian russian ethereum got it got it 对 我觉得很有道理 是的 特别容易买这种 但是以太币本身 就已经是俄罗斯 founder了 he's ukrainian what vitalik is ukrainian yeah 不是吧 我记得是俄罗斯 我记得是俄罗斯 哦 对 但是他支持 啊 因为Vitalik支持 对 他们是俄罗斯 对 哦 true crazy 那我们今天要正好到九点了 正好到九点了 哦 哦 yeah true alright cool 那Max 要不要收尾一下 然后感谢David 感谢Ray 还有Colin 呃 参加我们今天的活动 对 我在想我们刚刚应该聊聊 Ronan的 但我们可能下周可以聊那个 最大的hack 应该没有欧三那个大吧 这个好像最大 这个六亿嘛 哦 OK yeah 他们好像不是有什么 Ronan hacked out 好喊人可以拿AirDrop 我好像今天早上看到的 哦 然后可能再被hack一次 那 那 那 Jamie Neuwold guy on Twitter I think had an article about it Jamie let me check it out 可以 可以 send me the link Ronan 比上次Polly 多了差不多一千万 一千多万 都是 但都是六亿多 哦 哦 是 太恐怖 alright Max还在吗 yeah yeah let me close it 哦 感谢大家周五聆听我们Chainbreaker 然后后期的话 我们会以文字的形式 以及视频的形式 更新到我们的channel 然后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我们的账号 获取最新的信息 那 这里就 再见咯 欢迎大家 下周五我们再见 好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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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